假如写作业可以赚钱 离下巴还有十分钟 各位请抓紧时间 好的主管 生产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我要写过一百张 这样的话 我今天就有一百块钱了 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写 我能赚多少钱呀 加油 快就完事了 你写这么快 肯定都错了 错了也没钱的 没事 杀人自有妙计 你就别管了 好 时间到 下班了啊 开始交工 下班不及你 死掉了我得 哎 哎 酷子 我先来 排队排队排队 主管 主管 这是我今天写的作业 请你检查 嗯 我看看啊 不错 刺激工程 书面整洁呀 很好 而且呀 准确率很高呀 达到百分之百 那主管 我今天的工钱 能领多少啊 呃 写了一百张 给你一百块 谢谢主管 主管 请检查我的作业 嗯 我来看看啊 刺激嘛 倒是蛮工整的 哈哈哈哈 书面也还可以 但是准确率不高啊 确实有几道题 我不怎么会 还有啊 这一百张 你没有完成 那主管 我这一天 挣多少钱 这个嘛 总体下来 就给你算 二十块钱吧 啊 一天再挣二十块钱呀 主管 这是我今天的工作量 我看看 你这写的什么呀 写的答案呀 你就是这样工作的呀 也太不认真了 哪里不认真了呀 都是我一笔一画 写上去的 你去开个画展算了 准确率为零 那完成度呢 我超额完成了 完成二百张的 你还好意思说呢 浪费了我二百张作业 那你能给我多少工资啊 没有工资啊 你现在倒找我二百 啊 我忙了一天 还要倒找你二百呀 对 你不但倒找我二百 还被开除了 以后不要来了 浪费我公司的资源 诶 诶 苏凡 干嘛呀 冲去了呀 苏凡 你听我说吧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上有爸爸妈妈 在上面还有爷爷奶奶呢 一家老小 全靠我养活的 不行 那你不能漏费我的资源啊 那你就别找我 这二百块钱了 行吗 不行 你 era从来世 你 étaient我一样 又说啦